我們有三位總統候選人 那目前來講的話 第一個題目就是說 戰爭與和平的選擇 台灣到底有沒有面臨戰爭的危機 我們先來解答這個問題 在全世界所有的重要的國家 在上個禮拜的G7 在廣島見面的時候 討論一個重大議題 叫做台海危機 台海危機在北約 在歐盟 在聯合國 在很多重要的國家 包括布倫布爾重要的國際媒體 都列入一個重大的討論議題 但是只有台灣人 沒有把這個當作一個非常緊張的事情 全世界的人都怕中共打台灣 只有台灣人不怕 我們勇敢的台灣人沒有這麼嚇人 所以這個是一個 非常脫離現實的一個行為 所以我的結論很簡單 這次2024的選舉 真正選舉的主題是什麼 就是戰爭與和平的選擇 這是千真萬確的事情 然後我先回答第一個這個問題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我 你剛剛提到的 就是說在這個賴清德副總統 在五月份的時候 在政大 在政大跟學生演講的時候 他講的很簡單一個概念 我們經過蔡政府 經過七年多的努力以來 兩岸關係陷入了停止的交流 兩岸關係沒有對話 沒有對話 交流管道終止 兩岸關係不斷的緊張 中共每天大概都有在這個 我們的西蘭空域 有不停的有飛機來巡弋 有海上現在沒有中線 其實關係越來越緊張 越來越緊張 就賴清德告訴我們 很簡單一句話 這個責任不在民進黨 因為該做都做了 假設他這句話是對的話 他就說 我不在民進黨 該做都做了 那最後的結果 由誰來承擔呢 全國2300萬同胞承擔 我們所有要跟中國做生意的台商 要承擔 我們要面臨到有可能的戰爭的風險 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所以即使他的話是成立的話 也是我們要承擔 那身為一個有為的政府的話 他的責任是什麼 他要幫我們解決問題 但是賴清德的說法只是甩鍋 賴清德說 賴清德說這一切都是中國 都是阿強跟我們沒有關係 你覺得這句話是對的嗎 應該這樣講 比較客觀科學的講法說 雙方都有責任 但是民進黨沒有對 跟中共交流或消弭戰爭這件事情 去做出任何一丁點的努力 這是最可惡的一件事情 你認為沒有 如果他完全沒有做任何的努力 就放任這件事情的發展 那一直不斷的 就用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這是中共的決定 那為什麼他要這樣做 因為中共有一個代言人 你知道是誰嗎 誰啊 國民黨是中共的代言人 所以他把這個連結好了以後 就變成國民黨變成戰爭的販子 因此這個中共要負全部的責任 由中共的決定 就變成國民黨的決定 變成國民黨的負責 因此我們票要投給民進黨 邏輯變成這個邏輯 這就是非常簡單的 民進黨的邏輯 非常簡單的一個推論的一個 等量不等量代換方式 換到最後就變成國民黨的負責 但是實際的真相是什麼 第二句話要講到 賴清德講到 但是如果中共願意用平等跟尊嚴的方式 跟民進黨往來的話 我們也願意來談談看 那我就問 反過來在這邊 我要來請教賴清德副總統 請問你的平等跟尊嚴的定義是什麼 這是很主觀的 我認為我有尊嚴我就有尊嚴 我認為這樣是平等就是平等 那一切的答案都在民進黨政府 或是賴清德的心裡 標準是他定的嗎 這有點像好像我跟我老婆講 我愛你一樣 對不對 有沒有標準 沒有 這是感覺嘛 所以平等跟尊嚴是沒有辦法量化的 沒有辦法具體化的 沒有辦法非常把它定義很清楚的 那就變成了說 由民進黨來定義 也就是說由民進黨來定義 什麼樣的平等跟尊嚴 我才願意跟中共交往 就變成這個邏輯的最後的結果 就是民進黨定義 那我現在講重點不是這個 重點是過去七年 我們看到了蔡政府 如何跟北京當局交往 我們如何遭受到很多 對我們不利的處境 尤其南部的同胞 尤其我們南部的鄉親 因為南部有很多農業的大縣市 我們的有很多漁產品 農產品 農產品 要輸往大陸 還有我們高雄 曾經有過非常多的所謂的這種 鳳梨 大陸客來觀光 陸客觀光客 我們有凱旋夜市 有很多夜市 現在夜市都已經大概全部都已經 已經在經過三年的這個疫情之下 這夜市應該已經不存在了 我還沒有開始去 我想一直在哪裡 賴清德的態度 跟蔡英文的態度是一樣 甚至於更惡劣 他才在選舉的 現在在五月份的初期 他就把定義很清楚 這兩岸交流的失敗的責任 全部由中共負責 由中共負責的情況之下 因此他從今天開始 他就停止努力 停止努力的結果由中共承擔 甩出去他就沒有責任 然後這個時候 他就告訴你說 這個不是戰爭與和平 因為當你跟中共停止交流的時候 就有一個可能性 叫做擦槍走火 擦槍走火 就有可能發生誤解 誤解就可能發生戰爭 所以說他們用行為上 在明年的一月份 我們台灣年輕朋友 要當一年的兵 我們有很多很多的跡象顯示 確實兩岸的關係緊張 會導致戰爭的危機 這是不真的事實 所以我現在講到 我把這個事情點出來 同時跟賴清德副總統喊話 你現在的態度 是比蔡英文的態度更惡劣 而且更危險 因為蔡英文 畢竟她還有很多其他的條件 她還有很多的溝通的方式 她曾經擔任過 在陸委會擔任過職務 那賴清德這方面 非常的沒有知識 所以董事長 你的意思是說 如果賴清德當選我們2024以後的總統 她走的路線 不但跟現在的蔡英文總統一樣 甚至會更激進嗎 更冒進嗎 更往危險的方向走嗎 應該更簡單講 因為賴清德當總統的情況之下 兩岸關係會變非常緊張 緊張的情況之下 會逼到有插槍走火的可能性 也就是說風險 比蔡英文當風險的時候 要加大很多很多 因為不是我們決定的 第二個問題我要回答問題 中共會不會打台灣 中共會不會放棄不打台灣 這個可能性不存在 因為中共要打台灣的問題 不是她領導人的問題 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在上個禮拜 董事長在新北的演講 已經講到這個問題了 中共跟台灣的關係是歷史的遺序 歷史的遺序這個問題要解決 沒有人解決嘛 所以我認為說 那中共要台灣是一個必然的事情 沒有辦法解決的 中共要打我們是必然的事情 沒有辦法解決 只有一個情況 歷史的遺序 只有時間跟成本的問題而已 它沒有其他的選項 因為它不能 它如果放棄統一台灣的話 它會有政權的危機 因此中共基於本身的需求 它必須要不能夠放棄統一台灣 是